我往这挪一点啊 往这挪一点把颜料啊 把咱们的墨色先放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啊 太亮了我稍微调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先从这个石头开始 这个前方啊 这个石头基本上是在哪里 在这个树中线啊 树中线的右侧 在树中线的右侧 这块石头的整个的高度的话 其实它也就一拐颜料的高度啊 它的最高点 顶多也就一拐颜料的一个高度 少加点水啊 给它调一点点的 就它的一个最高的地方 那大约在这里 差不多一拐颜料啊 它最从左往右啊 从右往左来 它几乎在哪里 在这个树中线的位置啊 最高点 它没有超过树中线 这个山石呢 我们是运用的什么 运用的这个辅坯啊 辅坯村 去表现 没有辙石可以用 朱砂啊 朱砂或者是朱标 加点藤黄 再加点末 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那边看好了啊 老师先站点啊 笔尖上啊 我用笔尖去调点 这个浓墨啊 老师用笔尖去调点浓墨 看 先把毛笔在笔尖里面算一下之后呢 笔尖去调这个浓墨啊 这个时候你毛笔上的这个水分啊 不要太大啊 但是呢 也不能说上边没有水分太空也不行 看 咱们用笔尖啊去调点这个浓墨啊 笔尖去调 调完之后啊 稍微的给他搅一搅啊 给他搅一搅 搅一搅之后呢 我们干嘛呀 从这个最高点啊 这个啊 咱们是运用的中锋的线条啊 咱们讲中锋 不是说直直的去用笔 哎 中国话讲就用笔 政策炎仰啊 顺锋逆锋 用笔非常的灵活 这个是是12毫升的颜料啊 一般来说 咱们都是用12毫升的这个颜料管 这么大小的就可以了 好吧 哎 我放在这里啊 放在这里 这个最高点 从这里来 咱们看一下啊 我从上方 我从上方 从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岩石 非常的坚硬 所以说我 你看中锋用笔 哎 方折 看到吗 方折我给他斜着 拉下来 这就像一个对号一样啊 反过来的这个对号 中锋 你看啊 从这里来 注意啊 就是哎 折的时候 方一点往下走 看啊 折的时候方一点往下走 看到吗 哎 再往下走 三块 啊 你可以这两块窄一点 啊 这块宽一点 都可以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为了区分 啊 区分他的这个宽展的变化 我们可以干嘛呀 先整个勾出来 他的轮廓啊 他是一个斜着的山石 干嘛 这就相当于几个 几个块面 给他叠加的 那种感觉 那到了这边 看到了这边 对吗 大家看好了 到了这边 哎 我再拖过来 往下走 是吧 哎 一定要注意 他们之间是有什么 前后的这种叠呀 关系在那里的 对 现在是画案例啊 现在在画案例 现在是最前方的 右下角的这块石头 没有吧 你看这个后边 哎 从后 从前往后再往下走 说白了 这块石头 我们就是用 哎 不同的 用这个线条啊 给他去表现 是吧 他就是中间 你先先勾出来一边 先画一边 再画另一边 勾完这个轮廓之后呢 我们加点水啊 勾完轮廓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讲 我们是运用的 俯批村 这个石头 他为什么线条 一个叠一个呢 是因为 他是有厚度的 他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现在是要勾出来了 已经大体上 能够看出来 这个在最前边 是吧 这都是在后边 是吧 一层一层的往后去 没有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 笔上的水分 稍微少一点 侧笔 可以从下往上走啊 水分一定要少 看啊 侧笔 干脆利索一点 没有吧 你看 是不是 行笔的时候 咱们讲 要干脆利索 别拖泥带水 给他刷过来 不要来回来瞄哈 一笔刷过去 就可以了 因为他遇到水之后 你看我这个墨色 所以说水分不能太大 他是有一点 暈染的那种感觉的 是不是 那有个东西说了 老师这个量部该怎么办 这个量部 大家看好了啊 量部我们不能给他直接留白 显得这这一块太空 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干什么 需要我们 你看这个地方啊 先为给他来点小线条 来点小线条 甚至上边 稍微给他充两笔 就侧笔的时候 稍微给他充两笔啊 你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不一定说 把这个必须研究的 多么的透彻 因为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要有侧重点 咱们如果画30的话 会专门的给大家去讲这个30的画法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点解啊 小配件 你只知道 只要知道把它给勾出来 先勾出来 它的这个轮廓啊 说白了 它就是这样的 对吧 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 侧笔 侧笔顺着它轮廓线的位置 凡是有轮廓线的地方 我们给它充的密集一点 是不是啊 这边密集一点 往下来稀疏一点 是吧 这边深 这边浅 它不是有了一个凹凸的起伏的变化吗 变化了 对吧 这一块 是不是啊 那这块画完之后 我们该干嘛了 哎 接下来 咱们先调一个淡一点的墨色啊 接下来我调一个淡墨啊 此时我要画什么 要画它这个石头两边的这两棵树啊 这两棵树 这两棵树在画的时候 可能也挺像这个不太清楚啊 你看一下啊 先调一个淡一点的墨色啊 啊这两棵树的姿态呢 就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妖绕啊 非常的妖绕 一个是朝 左边来啊 朝左边来 它的这个最左侧到哪里啊 你不能把这个边给它堵死了啊 咱们给它留出来 大约多少 两指或者两指般的距离 就是它的最远处 啊你只能到这里啊 最远处只能到这里 那这个高点啊 就是这个树的高点 几乎就和咱们这个石头的 这个尖啊 也就是一拐颜料 你看差不多是吧 这个高度 到这里就行了啊 你比它高一点 或者比它低一点 问题都不大啊 那整个树啊 大家先看我画啊 你不要看一眼 看一眼 抬头看一眼 自己再描一眼 不是 你先看我整体的 把这个树 它的一个姿态 大家看好 上细下粗 啊 上细下粗 我们它先把它整个的 这个态势 我测一点比啊 让同学们看清楚 看啊 哎 好 看这是这棵树的 整个的态势 我先用弹幕啊 这个地方 看啊 然后这里有个小枝 啊 咱给它勾一下啊 就像这个画松树一样 哎 给它加几个小枝 因为这个树啊 它并没有那么的 呃 这个 直挺 哎 看我给它加几笔啊 我给它稍微再加一加 先用一个偏淡一点的墨色啊 把它的这个形 把它这个形给它勾出来了 在转折的地方稍微有点顿比 行勾出来之后啊 我们想要处理出它的这个厚度 就好办了啊 大家看好 哎 我在它的底部 大家看好了啊 我在它的底部 我在这个边缘 我可以怎么样 哎 稍微的给它 勾一下 你看我在它的两边 是吧 我先调一个弹幕 然后呢 我在它的两边给它用点众墨一提 对吧 用点众墨一提 是不是它这个树的这个体积感 就非常明显了 对不对 好 同样啊 我们在笔尖上站点墨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干嘛了 去画它上边的长的一些小松针 啊 这个小松针是啥样的呢 看 就是 大家都研究过松树啊 都都见过松树 它就是有一种扎手的这种感觉 从这里出了一小针 挑出来 啊 不用太多哈 不用太多 也可以从上往下来 你看 这样也行 从下往上去 行笔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坚挺一点 看了吧 哎 就这种感觉的啊 像这里也是一样 你别把这个线条给它排列的太整齐哈 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交错的这种变化啊 一定要有交错 你比如这一块吧 这块我可以往这里来 是吧 往这里来之后 他们怎么样 他们会有交错到一块去了 对不对 哎 马尾的这种感觉啊 马尾松的这种感觉 松树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啊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 咱们称之为什么 哎 马尾松 行笔的时候稍微的尖一点就够了 看啊 我给他画的啊 哎 笔尖上先占点浓的 我们要先让他怎么样 先让他这个松支 起笔的时候重一点啊 起笔的时候要略微的重一点点 下笔的时候干脆一些 没有吧 我这个画的稍微的这个枝干有点粗了啊 要细一点就更好看了 哎 有点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 有的呢 他这个小小枝上还还长了点小刺 给他画一画 如果你你的染的画的他比较的深啊 你想上面再淡一点 你还可以在上面加淡一点的 怎么顺手怎么来啊 可以自上而下 也可以自下而上 你看你怎么去顺手去画 这个啊 小树 这个小树的这种感觉 我把它画的 这个有点粗了啊 我在这个墨色稍微深一点点 我再调一个更淡一点的 更淡一点的 这是下边这个啊 这是下边这个 因为下边咱们不能让他太空 不能让他太空 所以说咱们在他的底部 大家看好啊 我在他的底部 其实有可能在石头的后方还有一些小枝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简单的 他可能后面还有树 只是说咱们没看见而已 是吧 下面我再给他加一个枝条 让他更加的这个丰富 丰富起来 看了吧 这块 往上走 大家看好了啊 咱们接下来往上走 往上走 这个时候我要调一个什么 我这个墨色不能太重了 要比刚才这个墨色 要稍微的淡一点 我再加点水啊 加点水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给他调一调 稍微的给他调一下 上边这个高度在哪里呢 整个的高度啊 他的 向向左来吧 他基本上在哪里 在这个树中线的 哪里 右侧 他基本上没有超过这个树中线 你不能把上方的这个画得太高 他几乎是在横中线与树中线的哪里 大约啊 大约这个也就 从顶 从咱们这个石头的顶部来算的话 他也就半管颜料的高度就差不多了啊 半管颜料的高度就行了 半管颜料 怎么样吧 啊 作为灵机制的同学啊 大家主体啊 你要会学习 你不一定说这节课跟着老师把这个案例全部的给他画出来 因为不可能 为啥啊 因为大家咱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有机制的同学会觉得老师画的慢啊 无机制的同学会觉得老师画的快啊 无论快也好 慢也罢 我们要知道 作为灵机制的同学你知道怎么去学习 今天虽然咱们是画瀑布 你今天把这个石头掌握住了 是吧 是吧 或者说你把这个树我掌握住了 你今天就学到东西了 没有吧 不是说你必须把整幅画面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我必须今天这一节课啊 学到的非常的精道啊 一下子就画的比老师还好 那不可能的 老师教给你 虽然咱们这节课 我教的每一块 他都是一个专门的知识点 对吧 就是这一块石头你会画了 你到学到山水的时候 你肯定是有这个 有这个印象会对你的这个山水的话 会减轻你的认知和难度 你对这个树松树会画了 这个是一个 马尾状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马尾状的 那么还有什么 车轮状 扇形 蝴蝶状 对不对 各种松针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接下来啊 叶冬月这个松树 如果你没画完 或者不会画 你可以停下来 不一定说 现在必须的 把它全部完成 你把这个枝干的姿态 给它画出来了 就可以了 然后 再跟那老师走啊 好 这个树在哪里呢 在这块石头的位置啊 这块石头的位置 因为这节课 咱们只是一个体验课啊 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老师没办法像咱们正式课似的 给大家分析的特别的详细与透彻 没有吧 因为咱们时间上不允许 不像正式课 它有90到120分钟 而且它是有回放的 就不必有这种顾虑 咱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 我稍微的半管颜料的高度啊 从这里来 半管颜料的高度 倾斜一点 哎 我再转一下 看到吧 我这个稍微的直挺一点啊 好 咱们这样 这个能看明白吗 是吧 然后这里呢 我稍微往上去一点也行啊 稍微往上去一点 哎 给它加点 加几个小只吧 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 它比较的复杂 你可以把它画的怎么样 稍微的简化一点点 看到吗 好 你大体的 把它的形勾完之后啊 大体的把它的形勾完之后 如果你跟不上啊 你这块你比如吧 我勾到了这里了 因为老师没办法说停下来比 等每个同学都能够把它一无一时的画完啊 我只能说带着你去了解一下感受一下 你知道这幅画怎么是通过咱们手中的笔墨把它给什么塑造出来的 那我的那个边缘啊 调了点浓墨啊 咱给它略微的去这个勾化一下啊 略微的去勾化一下 加强一下它这个树的这个结构 你看这种啊 浴水之后的这种渗化感是非常强的啊 好 那如果你不懂我再放大啊 看一下这个 咱们先从这个下边的开始啊 一笔往上调 你看啊 一笔往上去啊 线条我们可以干嘛呀 哎这样 但是呢不能给它齐刷刷的排列啊 你不能像一个这个平行线一样 你看线条之间要有一定的交错 看到吧 要有一定的交错变化 也可以从上往下来 大家看一下 它相当于有一个主脉啊 这个主脉是啥呀 就相当于 有的画墙上墙上的那叫壁画啊 那叫壁画 它和宣址是不一样的啊 你看这一个主线看到没有 这一个主线 然后你看哎 相呼的以这个主线为基准 往两边去交错啊 你看往两边去交错啊 你不能像一个鱼刺一样啊 千万别画得给鱼刺一样 这样去排列 不是这样啊 它是这样的 有交错的这种变化 看到吧 好 我再给它加啊 笔件上条件浓墨 咱们再一步步的来 你想让它更丰富 你就可以给它多加点 当然了 这个画的时候不能太慢 明白吧 因为你太慢之后 你的纸张如果是升圈 它会印的特别的厉害 所以我们在行笔的时候 要讲究什么哎 下笔干脆 而且快一点点 包括这里啊 哎 你知道啊 这个都是以线条的形式去 去组合 啊 以线条的形式去组合 组合的过程当中 他们朝一根线上啊 去 有一个中线 中线之后呢 往两边去分布 慢慢的往上去 看我这个画的有点多啊 往上去我们可以给它加淡一点啊 好 看一下啊 就就几个小触叉啊 就几个几个这东西就可以了 就把它画出来了 没有吧 这个啊 这个如果你没画完也没关系啊 记得什么 你可以学会 老师教大家什么 要学会学习啊 尤其是你初学的话 你不可能说把所有东西一下子都吃的很透 哎 我们这个时候 跟他老师来 大体的动手动动笔 先感受一下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什么 可以截屏 啊 可以去截屏 截屏来去怎么样 来去这个 也可以下课之后 看着截的屏再去 怎么动笔 真正的自己 学完之后 静下心来再去画一画 对吧 好 这是这个啊 接下来对吗 接下来 我笔尖上 站点浓墨啊 笔尖上站点浓墨 我要干嘛呀 这个时候 你看我点几个点 也就是说这个石头之上 啊 我们 如果让他丰富 就不能 他不是一个裸露的石头啊 他里边我们要给他点点什么 这个叫台点啊 除了 长的比较大的这个松枝之外 啊 大的松枝之外 他还有很多的 小的植被在这个石头的位置 先画淡的或者先画浓的 最后这架淡的都可以啊 都可以 因为这个在咱们的前方 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要干嘛呀 看我给他点 点的时候 不是说笔尖上站上浓墨就完事了 点的过程当中 有浓有淡 是吧 有浓有淡 他才能有丰富的层次感 对不对 你看这地方 我给他点两笔淡一点的在这里 也可以 这样的话其实是 沟村擦点 最后一步是染 把这个树啊 树成这块 给他画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干嘛 可以去结个图了 可以去结个图了 接下来我再拿一个啊 大家看到没有 我画的这个松树上边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小尖 就是相当于他这个开花的那个时候啊 就在这个上面尖上 会有一个 就是松花粉 咱们说的松花粉啊 上面会不是 到了是春天啊 他是不是有个尖上会有那种 掌叶之前 会有一个花粉的那种感觉 花脱 是吧 然后呢 调一个猪标啊 猪砂 调一个猪砂色啊 淡淡的猪砂色 对吧 为什么现在给他点上呢 因为待会我染完 我画完之后再点的话 他可能他湿的话 他就点不上了 说这个时候我的纸是干的 我调一点点的猪砂色啊 在这个尖上啊 你看 我就在他这个尖上竖着用笔 我给他 来两个 猪砂啊 这是一个猪砂色啊 我就用纯猪砂 给他去来几笔就可以了啊 好 松塔 是吧 行 给他来几笔就可以啊 这个不用太具象啊 只是简单的给他点一下 就可以 缩小啊 缩小看一下 这是前方的这个石块啊 我们把它必须得表现完 对不对 表现完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往上 往上去走了 这整个整个这个感觉啊 在咱们的 右下方 哦 叫松塔 是吧 松树他不一样啊 有的是那种 呃 叫 反正种类特别的多啊 我今年周六 我周天去公园 我还专门的去看了一下 啊 有的是那种 就掉皮的白松 还是叫什么白松 还是叫什么松啊 还有一种比较高大 比较直挺的 出之 非常的妖娆 啊 有的那这个松树 他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啊 咱就叫不上名字来 咱你要去观察一下啊 有的是那种小枝上面会长出那种松塔 对不对 会开花花粉那种感觉 行 这个啊 这个咱们画完了 画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朝上走了啊 要带着大家去画上方的水流了 我缩小啊 有圆的有长的是吧 在东北应该非常的多啊 在这个林区里边我觉得 应该非常的多 好对吧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们要干嘛了 接下来咱们要去画上方的这个水流 啊 上方的这个水流 水流 就是瀑布 瀑布 它的这个位置啊 它这个高点啊 最高点 白松 红松 看啊 这个最高点大家注意啊 这个底部 也就是说从顶往下啊 它是一个倾斜感 是吧 这种倾斜感 它从上 左边啊 左边从上往下来 大约是一拐颜料 啊 一拐颜料 加上我一个手指 它大约是在这个角度 那么到上方 啊 上方 大约咱们给它留出来一指的位置啊 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水 它的这个趋势先给它定好 上边 右上方是非常窄的 大约我一个 食指的一个宽度 啊 左下方是比较宽的 一拐颜料啊 大约加上我的一个手指的宽度 你不能把它画平了 画平了 它有另外一种这种气势了啊 不一样了 哎 先给它定好 没有吧 咱们要先从哪里画起啊 先从左侧啊 先从左侧 为了让大家 为了让大家 更加的明白啊 我先从哪里啊 我先从这个 右侧啊 右侧 先从右侧上方 先从右上方给大家去画啊 右上方去画 大家先看好啊 我这个画扑扑的时候 我是 但是如果想把它画 我们要先去分布它的石头 啊 现在我画的比较重的是它的石头 因为石头的这个 宽窄的变化 所以水流才能产生变化 好 这个时候我笔上没有墨啊 我笔上没有墨 我还是拿着笔啊 我先调一个淡墨 我就这个盘 我先给他调一个淡墨 调一个淡墨之后呢 我笔尖上啊 老师的笔尖上去调浓墨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我用我的笔尖 去占比较浓的墨色啊 笔尖去调 调到毛笔的三分之一就行了 别占太多 好 这个时候 先画上方的 为了让大家看明白 我先去画它上方的 这个 水 它从上往下来是倾斜的 它不是直直的来的啊 稍微的有钱倾斜 上窄 下宽 啊 上窄 下宽 然后大约啊 大约上边 大约是我的三个半手指吧 上边就是说他的最外侧 给大家比一下啊 大约是四个手指吧 给他比一下 我的手指啊 你就按你的来就可以了 啊 往下走 往下走这个宽度啊 逐渐的 逐渐的往下来 往下来要大约多少 大约到一管颜料 啊 上边是四指 下边一管颜料 这个点 给他定好 定好之后啊 我放大了啊 大家看好了 中间位置啊 对吗 这个上方 这个石头的 它的一个宽度 大约啊 一指半 也就是说 先画出他一侧啊 侧着笔 自上 留出来一指 对不对 看我啊 这个我行笔的时候 不是直直的来的 大家看好了 侧着笔 从这个边缘 看啊 行笔的时候 稍微有点弯曲的变化 哎 往下走 慢一点啊 往下来越来越虚 看了吧 上方 上方 咱们在行笔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它是比较的重 对吧 往下来慢慢的 我要怎么样 让它虚化一点了 到哪里呢 不要太靠下啊 因为咱们在它的 右侧 中间部分 还有一个水流 所以咱们稍微往下来一点点就行了 这是一边 看啊 这是一边 然后 和谁啊 那和你们交朋友吗 小孩吗 这一看是吧 好 接着啊 接着咱们再加点水啊 对吧 再加点水 再看一下啊 此时我再笔 接着占点浓墨啊 占点浓墨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去画呢 这个时候我把笔可以干嘛呀 我刚才是这样测着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我把笔 哎 这样啊 甚至说我逆笔都行 看吧 把笔逆逆过来 看了吧 哎 甚至说你看 往下走 看这块了吧 里边呢 千万别给它堵死了啊 里边咱们千万别给它堵死了 啊 你看上边宽啊 下边窄 水分别太大 这个能够明白吧 好 这是咱们画的上方的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 水 所以说我行笔 说我行笔的时候是有点弯曲的变化在里边的 看了吗 行 咱们再再往左侧来啊 左侧来给它流出来大约一指左右的位置啊 给它流出来大约一指左右的位置 哎 右高 左低 慢慢的啊 慢慢的 它从上往下来 啊 一样啊 慢慢的它要从上往下来 干嘛了 这是最高的啊 咱们讲了它成一个斜式 对不对啊 成一个斜式 我们同样的方法啊 你看这里流出了一点点的距离 低一点 看啊 好 这样过来了 过来之后 我们同样啊 这个时候也是成一种倾斜之势啊 倾斜之势 然后呢 这个时候往里稍微的收一点 再往下走啊 收一点 咱们再往下走 哎 走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这个笔啊 让它虚起来啊 慢慢的虚起来 提起来 行笔的刚开始行笔的时候 我们去压笔 慢慢的这个时候 我们把笔慢慢的 提起来 提起来过程当中 让它有点弯曲的变化 这个边缘 啊 如果你怕画不好 我们就调一个重一点的墨色 从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它的标 啊 不一千万别给它画的太直啊 哎 先把它这个标啊 先给它去勾出来 哎 行笔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侧笔的 看了吗 这就是水墨画啊 有点像水墨画啊 这就是水墨画啊 你看这里边我给它加 就是淡墨 我给它去涂一下 是吧 淡墨涂一下 你感觉这里边怎么样 哎 有点 太空了 那我们就给它在什么 用点重墨里面 稍微给它 哎 补两笔 它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 边缘的时候 稍微的深一点 啊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给它 堵死了啊 千万不要给它堵死了 好吧 山水壳有点脏 那是墨色 一个是墨色没用好啊 一个是墨色也没用好 再一个是你染色的时候 你想画的干净啊 关键在于调墨 调墨要调好 再一个是你染色的时候 要和你的这个不能用色覆盖住 你的这个底部的墨色 说你调墨的 要不等它干干透 啊 要不等它这个 奢淡色 淡色不要加太多的墨啊 加太多的墨会会灰 看这块了吧 好 这是咱们的右侧啊 下边和它一样啊 我不是持直的往下来的 往下边还有啊 对吧 咱们下边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 过来了 过来之后 它开始有一个 你们下边有石头 石头 它是自然分布的啊 不是咱们人为的造的 所以说它 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是不是啊 啊 你想画好山水画 肯定我们要先把水墨表现好 好吧 那这个高度有了啊 如果想把它 你想了解的更清楚啊 你看咱们就以这个为基准吧 你这个这个 右侧最上方的这个为准啊 他 一管颜料往下来一点 啊 从这里起笔啊 和它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啊 大家看好了 拉大一点点啊 这样 到底部啊 不能把这个松树给盖住了啊 一定要留出来 位置 那同样的方法 我们测笔 笔尖上调浓墨 这个时候啊 笔尖是浓墨 笔度笔根是淡墨啊 看一下啊 哎 我行笔的时候是有点弯曲的变化 别和它连接一块了 慢慢的这个时候有点倾斜 哎 这个时候再往下来 往下哎 行笔的时候慢一点啊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分叉了 我们就 往下走啊 说白了就是虚虚的 是吧 到下面来我行笔的时候 我就是非常的这个 弱化了 你看这个时候你看我可以压笔去走啊 弯曲的这种感觉 里边给它填点墨 这不就有浓有淡了吗 是不是啊 这块你看一下啊 先画这个 然后我们再用淡墨去给它去怎么去处理就行了 知道吧 好 里边也是一样啊 里边咱们再给它分布的时候同样的方法 你就是说 你看你会画这一块了 你就会画什么 其他的了 你只是说在分布的时候把它分布好就行了 黄地址一样 黄地址一样可以啊 在它的底部我们再来一个啊 看这个地方 要切记水分不要太大啊 你看我这个地方啊 切记水分不能太大 为啥呀 因为水分太大 它一阴的无形之后 你这个话呀 你就不好处理了 水分一大 它把你这个纸就给你 相当于干嘛 看这里边我给它补一点啊 里边给它补一点 有浓有淡的这种感觉 大家看好了啊 哎 这是比较什么 比较重的 这几块啊 先给它分出来啊 先给它分出来 其实你想想难嘛 其实并不难 啊 待会我再给大家去画里边的小细节 行吧 咱先罢它的大事 没有吧 虽然是一些体验课 我觉得大家通过大家的这个 对今天这节课程的这个大体的了解 我觉得啊 应该啊 会对水啊 应该会对水啊 有一定的这个 瀑布的这种感觉 会有一定的了解了 啊 再斜着来啊 你们再斜着来 这边比较窄 好 我们大约啊 大约给它延伸两指啊 延伸两指这样斜着过来 哎 它是成这种感觉的啊 哎 一定不要给它勾的太死 好 咱们再看一下啊 我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 同学们 啊 往下走 走的过程当中 哎 这边 老大啊 老大 为啥我画那么重啊 就是为了区分 它和这个 石头和水之间的这个区别和变化啊 并不是说为了画的它 多么的好看 就是区分它那两个之间的变化 你看行笔的时候就像这个弯曲啊 弯曲的这种变化怎么变化呢 你看我在行笔的时候 我这个笔触 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是有点 弯弯扭扭 就是这种哎 像有点S型的这种感觉啊 弯曲的这种感觉 你要知道啊 你看这个地方 我再让它 还是啊 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这远处了不能太重 但是在这边缘的地方 我们依然也是要让它有点这个深度啊 不然的话 它太浅了不行 弯弯扭扭 看这几个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给它分布出来了 对不对啊 分布出来之后我们就斜着啊 调一个特别淡的墨色 看给它连接起来 是吧 咱们调一个淡的墨色 给它连接起来 右高左低啊 这成这种态势 成这种态势 呃这个整个的这里边算是画完了 对吧 约特别说老师这个地方还有一块 小一点的石头 啊 这块我们也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啊 如果你怕画不好你可以不加 就在它的这块的下方 看一下啊 现在我画的都是非常实的东西 还没有去处理它虚化的东西啊 大家看好了 我在这个位置同样也是 比肩上来点浓墨水分别太大了啊 往下走 往下走 他也是啊 他也是因为水的这个关系啊 和变化 他也是一种这种波浪型的这种感觉 慢慢的 虚下来 先淡一点啊 好 看好了啊 这是我画的非常实的几根线 对不对 他就是 这就是我把石头的这个整个的结构给它分布好了 是吧 分布好之后 接下来我就开始去处理它的细节了 我放大了啊 处理它的细节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边咱们先调个弹幕 大家看好了 咱们先调个弹幕 这是一个弹幕对不对 这是一个弹幕 说白了今天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啊 咱们就 就当来玩玩啊 来了解一下 好 这个中间 你看好了啊 这个中间我先调点淡幕 特别淡的幕 笔尖上调一点略微深一点的墨色 这个时候 你看弯弯曲曲的 我先给它点一下 要注意啊 注意它水流的一个方向 不要太直了 是吧 咱们给它加一笔 画7个7 1234567 是吧 这个形容的很好啊 形容的很好 好 大家看好了啊 我画里边的时候啊 画里边的时候 约同学会感到 哎 也是有深浅的变化 那我就可以把笔怎么样 把笔压扁 一侧调一点略微深一点的 你看一下啊 一侧调也略微深一点的 哎 往下走 没有吧 这里边 要做到上时下虚 所以说我们一侧肯定要是有 你看 我还可以这个给他去 勾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侧有这个浓的 一侧有淡的 我们才能画出来他的体积 松针怎么画是吧 待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好不好 先先跟着老师走 好吧 我待会给你去演示 行吗 好 这个时候画水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调太浓的墨了啊 画水的时候 我们要调淡墨 不能太浓了 要调淡墨 你看啊 我刚开始画的比较实 是不是啊 我就顺着他的结构 我调淡墨 往下走了啊 这个时候我调的是 咱们调的是淡墨了 不能太实的墨色了 这里边 这里边就一样啊 这 这种弯曲的用笔啊 老师不是用的抖笔啊 抖笔不是这样啊 抖笔是这样 抖笔是这样一点点的往下抖 这个行笔的时候就像你画这个线条啊 说白了 就这种这种节奏感 哎 啊 就这种感觉 是吧 像一个蛇在那里 来回的这个往前行似的那种感觉啊 哎 和抖笔是两码事啊 和抖笔咱们是两码事 对吧 升圈啊 升圈 好 接着啊 接着往下看 哎 接着往下看 这个地方我们要给他 往下走要虚一点啊 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是用的淡墨啊 老师用的淡墨 我开始给他去 到下边来虚化一下啊 水啊 下面现在咱们画的是水 明白吧 现在咱们去处理的就是水了 不是石头了 石头咱们已经给他分好了 墨色特别的浓重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在他的基础之上 卡 也可以抖啊 也可以抖 他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啊 这只是其中一种 真正大家要真正的学起来 山水画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因为里边他有太多的表现形式 你光这个水 我们就可 这是其中的一种啊 一种 啊 这种呢 一般来说 现代的这个画家用的比较多 包括那种颤抖的 咱们所说的这个颤笔 现在的画家用的比较多一点 一般在这个古代呢 都是以线为主啊 比较实的那种感觉 蛇笔 看好了啊 水啊 我们讲上方 我们让他怎么样 这个地方啊 上方留白 往下来 看这边比较空的啊 比较空的这个地方 哎 起比要轻一点 往下走啊 往下走 往下走 哎 淡颜色 那约同学想看这个颤笔 我给你颤一下啊 就咱们这幅画啊 可以用很多的形式去表现 大家看好啊 怎么颤啊 颤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压笔 水分比太大了啊 压笔 你看 哎 有点提案的这种变化 这叫颤笔啊 看到没有 这种叫颤笔 明白吧 哎 咱们 咱们这种比法 他就是一种啊 弯曲型的 S型的这种变化 然后在他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调 啊 去给他增加这个层次和结构 看吧 这种是颤笔 啊 包括咱们自上而下吧 啊 包括这里 我们可以用颤笔的形式往下走 啊 是可以的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这个 其他的这个笔触 上方 因为他比较白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他 给他流出来 看 这种啊 像有点类似于锯齿状的这种方式啊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当然了这种方法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画面 一起去使用 对 你不能太刻意啊 就是很很随意啊 很随意的去给他画 行 接下来啊 接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有没有发现这一块怎么怎么处理的啊 我原画当中啊 这个水啊 其实我是用了一种干笔啊 就是有点类似于画这个 画那个松树的村法一样 看啊 松皮如林吧 对吧 看这里边 我用了点这种这种表现形式 来表现啥呀 来表现他这个水流 看这个时候要淡墨干笔啊 淡墨干笔 咱们来表现他这个水的 这种变化 淡墨干笔啊 切记 不能太 太湿 斗笔可以断啊 斗笔可以比断一点啊 一定要注意 就比断一点 你看这里边啊 这里边 你想画出瀑布的那种那种流动过程当中啊 那种水花的感觉 你就可以用这种笔法 刚才咱们画的比较实是吧 往下来要虚化一点点啊 你看 虚着往下走 淡墨 消灭的烟雾啊 待会咱们通过染去处理啊 看这里边 往下来 我用的这个时候用的是淡墨 这个笔触就特别的干了 笔触非常的干 一定要做到上时下虚的这种过度关系和变化 我缩小 对水的气流 看啊 上面是从上往下写的 下面是从下往上写的 大家看没有啊 哎 右边是比较宽 左边是比较窄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这种哎 这种趋势感 对 对淡墨干比去表现 这个就像那些水啊 特别的大啊 在行在行的过程当中 是吧 形成的那种震慑之感 啊 一定要做到上时下虚啊 你看我这个地方 如果不足 我们还可以去给他 去调整啊 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次性到位啊 有些东西我们就随时的 可以去给他调整和加强 对不对 那么亮呢 瞧一下啊 你看 分好之后一步步往里面去加就行了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墨稿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后呢 咱们就干嘛呀 咱们就给他去染颜色 啊 这是只是水墨的形式 还没有去给他加颜色 啊 我们这个时候去给他染颜色 通过颜色 再去烘托出这个水下面的雾气 啊 上面的雾气 包括这个水 只有你再加的这个颜色 就给他加层次 加到层次之后啊 他的这种体积感 他会更强 啊 拿一个 花青 啊 开始啊 开始带大家去染颜色了 挤一个花青色 看到没有 花青 折石 这个里面挤点折石啊 咱们刚才用到那个哎 你沾一个盘 我刚才用的这个颜色吧 好 这个时候啊 你们 这个时候可以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笔啊 可以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 我们可以调花青 啊 先调点花青 我可以从上往下染啊 先调一个花青 干嘛呢 大家看好啊 可以横着 要截屏吗 截屏抓紧时间哈 抓紧时间去截下屏 他们们 好 卡 这个其实他的一个大事啊 大事已经出来了啊 抓紧时间截下 截下之后 我开始带着大家去染颜色了啊 截下之后老师带大家去染颜色了 我可以从上往下来 你看啊 我先染 这个是花青色啊 花青色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把水的位置给它流出来 啊 自左 自右向左来啊 慢慢的这个地方 我们加点水啊 看了吧 哎呦 比上有点有点不干净了啊 算一算 看了吧 这样的目的啊 这个是我是用的是花青啊 老师用的是花青色 然后这个尖上啊 刷刷笔啊 我再拿一个 拿一只笔吧 尖上其实我这个里边啊 这个里边我是给他染了点啥呀 哎 这里边我给他染了点这个 朱砂的颜色 啊 染了点朱砂的颜色 让他这个 蓝里边透着点红色啊 这种感觉的 朱砂我单独用了一只笔啊 哎 我单独用了一只笔 给他说被他染一染啊 右边深一点啊 左边浅一点 让他有一个过渡啊 切记啊 这个颜色水分别太大啊 你别让他跑的 把你这个边缘给你阴阴出去了啊 水咱们上边是非常白的 所以我刚才画的这个上边是比较白 慢一点啊 好 看了吗 顶部 哈哈 画的一大半是吧 那就非常不错了啊 真的啊 画的一大半就非常不错了 其实这个案例啊 我也想给大家调简单一点啊 后来觉得 还是这样就画吧 让大家了解的 这个瀑布水流更加的丰富一些 是吧 你可以把里边的也可以给他省略和概括啊 也可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调花青啊 用纯的也行 加点墨也可以 里边加点褶石都行啊 我这里边 我在画之前 我需要把这里边的岩石也用这个墨色啊 我需要给他染一下 染的目的是啥 我得让他统一啊 我得让这个颜色 你看 染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颜色 再加水往下走的时候 你看 是吧 我加点水之后 加点水之后 让他怎么协调起来 上时下虚 如果下面虚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他去加水 这上边对吧 上面我们画的 现在来说比较怎么样 比较实一点 啊 里边的这个笔触 我用的是花青色啊 你们 哎 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村的怎么画的 你又给他怎么去染啊 切记 啊 给他一下子染出去 慢慢的啊 看咱们这个 说白了 你怎么去 行笔的 怎么给他勾出来的 你就怎么给他染出来 这样的话 整个画面 他才看起来更加的灵动啊 不至于那么的 这个单一 不至于那么单一 加水啊 有些淡的位置啊 要给他加水 切记给他加太 再 一层层的染 简单一点啊 浅一些 别太深了 好 啊 看 基本上这个水流的这个关系 我们用了一点花青色 对不对 因为在花青色给他去处理的差不多了 此时呢 我们还是啊 还是要调花青 还是要调花青 这个时候我们调花青干嘛呀 我拉大一点吧 这个时候我们调花青是干什么 我先把这个底部的啊 你看这个地方啊 哎 我们讲 我们要把它前后的这个颜色 啊 前后的这个颜色 我都给他去 处理处理 从下往上慢慢的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淡 加加水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加水 啊 让他这个颜色变得淡一点 下浓厚淡 是吧 说白了就是用两个颜色 咱们给他去衬托 这样能够看到全部啊 就给他衬托 是吧 这个水的这么气势有了吧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一块怎么办呢 这一块我们啊 如果你没有大笔啊 我这个讲提头笔是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给他去染 如果你没有你就用啊 咱们这个小一点的笔就行 都可以 这个时候 看整体是这样的 我下面啊 我给大家放大啊 给他去放大 给他去放大 让他看清楚 这个时候 我调一个淡淡的花青色 淡淡的花青色 这个花青色 给他调的淡淡的 看吧 把笔捏扁 啊 一定 我用的是花青啊 不是泰晴蓝 把笔捏扁 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竖着 给他干嘛呀 底部咱们讲不是要画出来他云雾的这种感觉吗 啊 下面的这个水气啊 比较湿 湿湿的水气 所以这个湿湿的水气 它是比较虚化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这边稍微深一点啊 看这些地方 湿湿的水气 我们在表现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能把它画的什么 太实 包括这里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说白了 我们就用颜色 简单的 给他过渡一下啊 用颜色啊 一定不要齐了啊 它是往远处去的 这边 中间可以给他留白 啊 用留白的方式 染色的时候底部一定要和上方的有一定的衔接 啊 一定要和上方有一定衔接 你别直接直接就从底部去给他染了 那不行 那染出来之后啊 他不好看 是吧 咱们讲让他有一定的这个衔接性啊 底部画个水气 慢慢的啊 慢慢的 还是啊 这个是右低左高 我缩小啊 看 咱们缩小看一下 对面吧 缩小看一下 是吧 说白了这个白的地方 我就通过水 给他留白 啊 通过这种水的形式 给他去留白 留白去表现水花这种四溅的感觉啊 这种自上而下清洗之感 接下来咱们干嘛呀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就调这个花青 当然也可以来点藤黄啊 都行 花青 染出来底部 我先用花青色去染出来这个山石的啊 这块石头的底部 咱们给他染一下 染一下之后 竖着用笔啊 给他染一下 染一下之后我们再换这笔 水啥的都是一个冷色 我们再换这笔啊 调一个褶褶吧 调一个淡褶褶 在他尖上 你看我染色的时候 我也是啊 我不是说在上面来回的搓啊 你看我这个墨稿 我也等他完全干透之后 我这个时候你这染色 他根本就就不会太脏啊 根本就不会太脏 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画面会弄的特别的脏 你不要染色呢 要一遍遍的染 染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 颜色要清透干净 我们还可以加点什么 头上给他来点猪标啊 猪杀 都行啊 哎 来点猪杀 让他红一点 这样的话 他整个的这个 感觉 是不是啊 这有地方 哎 你看这幅小画 对吧 我的虽然和我的案例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大体的一个走势和这个大体的那种感觉 还是非常非常像的 是吧 你看我们就通过这么一节课啊 带着大家 当然了 这个啊 在咱们的正式课程当中啊 山水当中会教大家各种的 像这种颤笔的是吧 这种是弯曲的这种用笔的 还比线为主的 是吧 这种都会去学习 树干是来点褶石就行了啊 树干给他染一点褶石的颜色就可以了 啊 这时候的颜色就可以了啊 希望同学们 你看今天咱们通过这一节课啊 现在已经一个都要识了 是吧 通过这个这节课呢 通过这种高清的摄像机呢 去呃 带着大家去感受啊 去感受这么一幅画 啊 近可细变 推可远观的这种感觉 给大家放大啊 其实你细看 那他期盼啥也不是 对吧 大感觉 你看这种大感觉 你越远看他这种气势越足啊 画不一定非得齿幅多大 关键是在于构图和他的气势之上 要的就是他的这种吸水性啊 今天啊 今天老师通过这门节课 带着大家来去表现的这么一幅画啊 就是说对于大家来说 今天你只是来感受一下 但是呢 这幅画对出去的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 这是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学习的话啊 老师要告诉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遵循的一个思路 有潜入身 循序渐进的去学习 是不是啊 那今天啊 如果你想学习 今天老师要 已经迫不及待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的福利了啊 今天是咱们福利活动 叠中叠的最后一下午啊 最后一下午 咱们现在是啥啊 现在是这个超值福利 叠中叠啊 超值福利 叠中叠 到咱们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鹏在阳帆 梦想新征程 这个是咱们新的福利活动啊 这个 大家看啊 我的右侧的这个是咱们新的福利活动 在今天下午 知秋老师课堂之上报名的同学 今天是有机会能够叠加领取 啊这个咱们书画学院专属的福利 中国化中国节啊 国化甜点课分上和下 没有吧 就是说大鹏在阳帆梦想在启航 这是咱们普通的一个活动啊 每次都有 但是呢今天啊 在咱们的右侧 左侧这块是给大家啊 叠加到28日 今天是28日最后一下午的这么一个福利活动 那这就是说今天凡是啊 凡是学习报名的同学吧 凡是学习报名的同学 今天我们在领取得到价值 近万元的课程的同时 咱们四大赠课啊 咱们四大赠课啊 文人化专修课 砚塔圣教序 今天啊 今天咱们书法课程是砚塔圣教序啊 唐代储隋良的砚塔圣教序 凯书课程啊 这个其实对落款 对写写对咱们的中国话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咱们还有手机摄影课啊 价值一篇600元 还有咱们超人气编织技能课 这是咱们现有的超值的福利 就是报名咱们五合一超值中国课啊 每位同学都能够领取得到这些超值的福利 另外呢今天下午啊 今天下午是最后一下午又为大家额外加赠了中国话 中国节国话甜点课 大家看好日期哈 这个真的啊 这个真的是到了明天你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利了啊 只有这三天的时间啊 只有这三天的时间 今天是最后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下午啊 暴明咱们国话五合一超值综合课 在享受到刚才给大家讲到的价值万元的超值政客的同时啊 咱们又额外叠加了这个中国话中国节上下分上和下啊 总共一千九百六十元啊分上和下这是咱们国话学院的国话甜点课程啊 这个甜点课程是啥呀 甜点课程是给大家额外扩宽学习思路的一个课程啊 不是说做甜点 没有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今天下午截止到七点之前吧啊 截止到七点之前报名成功的同学啊 都有机会领取得到咱们超值的聚会 又额外给大家加赠的这个中国话中国节甜点课 另外还有超值的助学金啊 超额的这个助学金 这是老师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的这个福利哈 对于同学们来说啊 我们讲小白同学该怎么去学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我们讲学习要先从基本的笔法 笔法是什么啊 中锋用笔中锋啊 侧锋顺锋逆锋 是吧 这是基本的笔法 基本的末法 咱们讲末分五色焦农重担轻 是吧 焦农重担轻啊 干湿浓淡的这种变化 这都是我们基本功当中必须要学的 基本的构图啊 啊 枝字形 是吧 这种基本的构图 什么一和两岸三段式构图啊 高原平原深远 我们都要去了解啊 基本的线条的应用 如何让你的线条画的有质量 这是在我们技术课程当中必须要学的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梅兰竹菊入手啊 去学习呢 因为梅兰竹菊它涵盖了中国画的这种最基本的用笔方法 你想画这个竹子吧 是吧 咱们讲竹子 改如转 截如栗 枝如草 叶如凯 说白了 这都是以书法用笔的形式来呈现的 这是咱们正式课程当中的课图稿啊 这就是书法用笔 这课图稿图文并茂非常的详细 那改如转 是吧 截如栗 枝如草 叶如凯 语竹 风竹都给大家表现的 这个写的非常的详细 会在课上在一笔一笔的去教你怎么去画出来 这在咱们体验课程当中 你是无法享受到这种福利的 因为咱们时间也短啊 内容啊 这个它连续性并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 对于零基础从零基础的同学来说 啊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今天画不出来 为啥我说正常 因为老师在和你们一样的时候 这也根本也不懂 也画不出来 在慢慢的学习的道路子上啊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一步步的去进步 你们现在还在试学体验当中 还没有真正的踏入到咱们的国画的门槛里面来 我们讲我们的课程是从基础入门课程 是吧 学习梅兰猪爵 打基础 把笔墨 把线条练好之后 慢慢的再进入到花鸟山水人物啊 三大这个画科啊去进行技法提升 是吧 随着你水平越来越高 你会越来越有学习的这种啊 尽头我们再到明家临摩 学习古人笔摩技法为我所用 最后到自然当中进行写生创作 那么这一系列的有浅入深的学习过程 就是我们的所说的五合一啊 咱们的国画五合一超值综合课 针对于所有的零基础的学员 循序渐进的啊 有浅入深的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学习 对吧 咱们讲基本功打扎实了 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走的更远 是吧 学的更牢 那么今天 我讲了哈 今天啊 凡是有机会在今天下午 报名咱们国画五合一超值综合课的同学 能够领取价值金万元的四大超值证课 文化专修课 研塔圣交序 这是凯书书法课程 美术学院的这个超人际编织课程 还有咱们的手机摄影课 在享受到这四大证课的同时 又为大家额外的去叠加了最后一下午的这个超值赠课啊 截至今天结束 中国化中国节超值甜点课啊 五合一中国课的同学可以获得上下两期二十节课啊 这是作为一个福利价值一千九百六十元送给同学们 所以说啊 对于大家来说啊 这个福利是非常之大的啊 要想学习的同学一定要抓住今天下